解救紙圓甘烈小肉刺不斷 七瓶好瓶不斷的紙圓油大推荐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今天我要来解救在Vogue美容会社团 一个苦恼团圆的大困扰 他把自己双手的照片PO在我们的板上 短时间内就引发近百个留言 原来他的紙圓甘烈流血 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推荐 好的紙圓油保养 以及帮他解决紙圓甘烈的困扰 为什么紙圓柔硬干燥 甚至长出小肉刺 怎么样都处理不好呢 其实啊 紙圓如果太干燥 长出小肉刺 完全是因为手部太干燥而引起的 那为什么手部会干燥 可能是因为你常常很龟毛的 一天到晚很喜欢洗手 或者是用一些比较强烈的化学清洁剂 然后洗完之后呢 没有做好保养 或者是因为你的工作 可能是美髮液啊 食品加工液 要不断的接触到水 那你清洁完之后啊 没有给他立即的滋润保养 手部就会很容易干燥 一干燥旁边就很容易引起紙圓的干裂 甚至脱皮流血 针对这个问题啊 我们起到了皮肤科医师来帮你解答 通常在临床上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形 我们通常还是会给予一个比较低强度的一个万用的雷骨唇 然后并用一些保湿剂 那所谓保湿剂我们常用的比如说像尿素类的软膏 或是说你可以使用一些凡士林啊 或是说您可以购买到的一些油脂类的这些保湿的产品 其实都可以有一些帮助 今天啊也请到了美甲师贝卡 她来告诉我们平常应该要怎么做好指缘保养 哈喽大家好我是贝卡 贝卡像那个指缘干燥啊 跟一些手掌一些小肉刺啊 除了手部很干燥之外 我知道其实指甲剪得好不好 其实也跟这个有关对不对 那到底指甲要怎么剪才算是正确 怎样是错的呢 多数人会把指甲剪得过短 可能是因为指甲剪是弯头的原因 所以你是说这种弯头的指甲剪比较不恰当是吗 因为你不管从指甲的哪一个角度去剪它 顺势剪下去 指甲都会直接弯到肉里面 然后你就磨不到里面的指甲 那这样子的情况呢 你指甲长出来 就会造成边边长出小肉刺 严重的话还会造成砍价 所以我们自己在家里剪最好不要剪到剪得太弯是不是 就是会尽量使用平口的指甲剪 这样子比较起来真的是有点不太一样 一个是平的一个是弯的 所以美甲师都是用这种平的指甲剪 在我们沙龙都是用这种平口的指甲剪 那如果你习惯用指尖做事的人 就是会建议你修成圆形 所以就是先修长度 修到适当之后再把它磨出你要的形状 可是重点就是边边不可以太圆是不是 光从剪指甲这一方面我们就知道原来 指缘干燥跟这些小肉刺跟指甲非常非常的相关 指缘已经干裂了或是长出一些小肉刺 皮肤科医师都是用低强度的肋固醇来治疗 那你们美甲师如果面对这样子的手部困扰 都是怎么解决呢 我们在沙龙的话我们一样会先使用指缘油 或者是像我比较奢侈 我比较喜欢用 你超奢侈的耶 我比较喜欢用美容油帮客人做护理 然后一样就是会先给干燥的指缘做按摩 然后先让它保湿 滋润过后以后 再用我们的磨甲肌去做修磨 然后再把多余的稻刺用这个干皮剪去剪掉 那如果说居家护理的话 其实我觉得稻刺这种东西其实能不剪是最好 皮肤科医师也说就是千万不能用手撕 因为用手撕就会发炎啊什么细菌感染 那如果要剪就只是把根部剪掉就好了 那其实剪也是有技巧的因为我觉得剪 为什么说不要剪最好 因为剪其实很有技巧 如果你剪你随便剪的话 它还是很容易从原来的地方就是重复的生长 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一直不停的保湿滋润 让它长出厚厚的一层来 然后再去请专业的美甲师帮你剪掉 那如果说你真的忍不住很想剪的话 你就要顺着皮肤的纹理去把它剪掉 就是不要这样横横的一刀去剪掉 一点就是要顺着直的这样去剪掉 顺着剪掉 然后剪完以后还是一样要擦一点 就是紫园油或者是美容油都可以 然后家里有这个磨棒 就是要把它跟旁边的皮肤一起磨平整 这样就比较不容易再重复生长 那我想问一下贝卡 你觉得身为一个美甲师 一瓶好的纸原油 它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依照我在沙龙现场的经验 我觉得一个人至少要具备 两种以上不同质地的纸原油才够 同质地是什么 为什么 你可以准备一个比较清爽的 然后这个是水深保养 就是你每天洗完手 随时可以做保养的纸原油 那另外一个就是质地比较滋润的 你可以拿来做像我们刚刚说的 可以做修磨硬皮的时候做使用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随着季节的变化 去做替换 那你去干燥一点的国家 也可以做使用 那我这边有准备七款好评 不断的纸原油来想要跟大家介绍 也想要请贝克老师帮我看一下 到底它好在哪里 那第一类就是这种涂抹式的或者是滴管的 那我知道这一瓶 OPI这个号称紫原油界的小精瓶 因为听说这次OPI真的就是非常热卖 秒杀的产品 它里面有一些白茶 酪梨油 葡萄籽油 那其实听说它的油脂也非常的细致柔滑 如果说是紫原的除了紫原保养之外 它其实就是有一些手部的关节如果很干的话 也可以来试试看 那老师你要不要帮我试试看 你觉得怎么样 其他的味道还蛮疗愈的 也蛮有点像就是舒缓精油的味道 蛮滋润的 很适合来修磨硬皮的时候使用 那就它够滋润 难怪连那个紫关节的地方 也可以推荐可以用来按摩 那第二个啊 其实啊就是也是很多人喜欢的 就是这个U&T 台湾的牌子 U&T的山茶花纸原油 因为它加了一些山茶花的精油 所以好像也是在网路上造成蛮多人喜欢的 Vecca你要不要看一看它的油脂是怎么样 就是你涂完之后在纸尖上面 如果你在打电脑就一直闻到清雅的花香味也不错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吸收 这个应该适合平常居家护理就是随身可以擦 随身就带着好像一部我们要再擦指甲油 我是做指缘护理 像我们这种上班族啊 如果在办公室写稿写到一半 就是手觉得很干的话还蛮适合 没事就这样涂一下 我觉得这个U&T的其实应该是CP值还蛮高的指缘油 那另外我要介绍一款这个GA 这个是来自澳洲的牌子 它也是一个很讲究自然 它做的这样子也是像是指甲油一样 我觉得它的油好像比较浓稠欸 你试试看 嗯 这个感觉也比较浓一点 浓一点 通常浓一点你就会觉得说可以搭配一些磨 就是简单讲我觉得吸收比较慢一点点的 因为你吸收太快了 你就没有办法去磨旁边的皮嘛 那如果你稍微吸收慢一点点的呢 你可以就比较容易带到这个硬皮 那第二类啊我要介绍一些 有一些指缘油啊 其实方便携带 就是一些笔状 可以放在包包里面随身携带的 那第一个啊就是这个欧苏丹的这个指缘油 其实这个指缘油其实也是蛮红的 它算是笔刷状 然后它里面是属于就是乳油木果系列 所以呢应该是有一点点乳油木果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明星成分 我也蛮喜欢乳油木果的 这应该很适合就是飞欧美国家的时候 欧州 因为那边很干 因为有时候飞到欧美国家手指真的很干 这边整个紫 硬硬白白的 然后穿衣服 就勾到了 对啊穿毛衣很容易就勾到衣服 我觉得那个真的很不舒服 如果有这个困扰的人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真的是很重要 那另外啊就是这个RNK的这个指缘油 其实它是有点淡淡的紫色 其实里面好像是加了一些薰衣草的味道 它这个设计啊好像说它不是油 它是一种焦化的油 所以它涂起来不像是这种精油的那种很油脂的质地 是一种凝胶状的感觉 我觉得这支修护蜜很适合随身携带 因为它就做成笔状好像蛮方便的 对 而且它也蛮好吸收的 我闻一下它应该是有一点点那种薰衣草的香味 对 我觉得女生还是希望 对到也很舒服 对 女生还是希望手指有一些淡淡的清香 没错 那最后一支啊就是这个Dior Dior的这个紫原油 我想应该蛮多人都不知道原来Dior有出紫原油 那它里面啊其实有一点淡淡的杏桃玫瑰味 然后它的笔刷其实蛮有就是比较偏短 蛮有弹性的 这应该蛮适合就是如果真的有干裂的人 干裂 所以它的质地比较滋润是不是 滋养感很重 干裂或者有道刺的人 嗯 最后啊我要介绍一个就是滚珠型的 它是乌卡的紫原油 那我觉得这一瓶应该算是紫原油界的爱马仕了吧 因为它是滚珠精油形式 而且它容量非常的小 5ml就超过了1000元 那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啊 就是它用了很多很好的油 那这一个是标榜就是如果你的嘴唇干裂的话 也可以使用 所以我觉得这一支真的应该是蛮不错的 那如果说你觉得你居家护理还是不够的话 像有的人不喜欢手这样子洗完手就黏 有的人很奇怪 他可能洗完手擦完护手霜他又想洗手了 对那怎么办 那我可能就会想要 我就会想要推荐大家 就是我平常可能擦完这个护手霜擦一擦 然后再擦纸原油 然后就会在39元 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39元商店买这个手扒机手套 这手扒机手套 对 然后你做完刚刚那些事情以后呢 对 你就再把它套上去 然后你就一样滑你的手机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在上班 就是手就是想要一边打电脑 然后你就不会油油的 对啊 而且通常人家就是在那种美甲沙龙 做的那个手的肤膜都是包很多 根本无法工作 可是就是一个简单的手扒机的手套 然后我告诉你它很棒 就是因为你带着它又还有自体体温 可以帮你做热肤 对 又不会过热 对 所以你十分钟不想要了拔起来 你也不会觉得很可惜 对 还可以重复使用 对对对 就也不要重复使用 它那么便宜 就把它丢掉了 对对对 所以云南老师的撇布有这么多了 或者是 还有什么大重要的撇布 或者是像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是在韩国药妆买的 就是这个有点无聊啦 就是如果你不喜欢整双手被包覆的人 你就可以用这种 就是它只有手指有套的 所以你的手掌跟这边还是没有负担感 对对对 还是可以做事情 对 然后它一样可以滑手机 它里面就是有很多保养成分在里面 所以其实加进去很肌肉感 对 然后你不想要你就可以把它丢掉 那大概敷这个要敷多久啊 就随便你啊 10分钟 15分钟 就敷到睡着 敷到睡着 我对于有的时候带着手套 敷手睡觉其实会不舒服 这个其实不会不舒服 哇 你看我的手指 是不是也很可爱 原来指缘也有专用的指模 今天啊 不管你是使用了 喜欢用指缘油 或者是护手霜 或者是贝卡老师带来的这么多 指缘保养的小tips 希望以后大家的手都非常的漂亮 你还有其他的美妆啊 保养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 拜拜